今天老刘和你分享一个拉萨深度自驾游的路线 带你看一看不一样的拉萨 第一天从拉萨出发 两个半小时 先到尼牧县 去看一下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尼牧三角 分别是雪拉村的藏旨 吞巴乡的藏乡 以及蒲松乡的藏石木雕 它们都有着千年的历史 不过尼牧县的住宿条件有限 您要做好心理准备 第二天 开车两个小时 从尼牧县进入当雄县 强烈推荐 先去看一下扩穷港日冰川 它距离拉萨只有160公里 也是目前我们最容易到达的冰川公园 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冰川 近距离感受一下它的震撼 这条路线的沿路风景非常美 可以看见念青唐古拉山的背面 这个冰川的海拔有5500米 所以大家的动作最好是慢一点 之后再驱车30分钟 去到目前西藏地区开发 最完善的杨巴井低热温泉度假村 目前这里的硬件条件很不错 最关键 这个温泉水绝对是正宗的 就连刷牙洗脸的水都是温泉 洗完了之后真的是如丝般爽滑 第三天 三个小时从杨巴井开车抵达纳木措 欣赏一下三大圣湖之一的纳木措 和念青唐古拉山构成的绝美风景 对于第一次看到高原湖泊来说 应该会觉得特别的震撼 之后开车150多公里前往灵州线 导航的定位可以设置为 900多年历史的热生寺 一路基本上没有车 这里的2万多株柏树 传说是当年 松散干部用洗过头发的水 一夜之间灌溉出来的 有的柏树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 之后再沿着盘山路 一路沿着庞多水库 去探寻一座在山腰上的失灵寺 它没有定位 您只有到了水库附近 再问路人才行 晚上入住灵州县 住宿条件还是一般 并且没有电梯 第四天请记得一定要早起 七点半之前出门 赶在日出之前抵达卡兹乡的水库 车程也就20分钟 上万只的班头燕赤马鸭正在集结 等到天一亮 他们起飞的那个震势 绝对会把你震撼住 每年的十月份到来年的一月 包括黑警客在内 他们都会在这过冬 喜欢拍鸟的朋友 千万别错过 之后去到达兹县 格鲁派的祖寺甘丹寺 以及西藏四大影修地之一的 扎耶巴寺都在这 下午玩过之后 就可以返回拉萨了 记得找一个观景角度家的餐厅 一边欣赏布公 一边享用美食 冬天的拉萨 说实话费用真的特别划算 东游西藏 日光之城 拉萨 欢迎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